请看概念五 概念五叫做九的平方根 这又是一个新的名词 那请看一下 先从这个问题来切入 请你猜猜看 多少的平方是九 你猜多少的平方是九 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我知道 这题太简单了 三三九 三的平方是九 那我再问你哦 只有这个答案吗 只有这个答案吗 这时候有些同学 就会思考一下 他说老师好像不止 还有另外一个答案 负三的平方也是九 负负得正三三九 所以呢我们说 多少的平方是九 这个答案有几个 有两个 哪两个 一个叫做三 一个叫做负三 所以呢 三或负三 它的平方都是九 三或负三 它的平方都是九 所以这个答案有两个 有同学就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这个就是要 我们要来讲这个平方根的意义 请看下面 如果呢 这个框框的平方等于九 自己乘自己等于九 这个框框我们就叫做九的平方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九的平方根 意思就是 猜猜看哪个数字 自己乘自己等于九 这个九的平方根 它的意思就是 你猜猜看 哪一个数字 它自己乘自己等于九 所以呢我们就猜出来了 三乘三等于九 所以九的平方根是三 或者是负三乘负三等于九 所以九的平方根 也叫做负三 这两个呢 我们通常会合并起来写 写成正负三 正三或负三的意思 可以这样子写 那这时候呢 又有同学讲了 这个同学呢 实在是非常的 这个聪明 能够举一反三 他说老师 多少的平方等于九 我可不可以这样想呢 假设有一个正方形 面积是九 它的边长叫做根号九 可以吗 他就说老师我知道了 那这样可以说 根号九的平方是九吗 可以啊 那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那负根号九的平方呢 负根号九的平方 叫做负根号九平方嘛 乘以负根号九 所以负负得正 根号九乘根号九 也是九 所以这些同学呢 他就说老师我知道了 九的平方根 我们可以写成三或负三 三或负三 三或负三 这个合起来叫做正负三 那也可以写成什么 也可以写成根号九 或者是负根号九 那根号九或负根号九 这两个呢 一个是正 一个是负 所以合并起来 也可以写成正负根号九 九的平方根有两个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正的叫做正三 负的叫负三 那正三你也可以写成根号九 负三也可以写成负根号九 所以呢 九的平方根叫正负三 也可以写成正负根号九 那有两种写法 那再来我们来看 零的平方根呢 零的平方根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叫做 你猜猜看多少的平方等于零 那很简单 那就零乘以零等于零 只有一个 有人说老师 正零负零 正零负零都是零 所以零的平方根 只有一个就是零 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明一下 零负零 零负零 零负零